印度一座号称全面碾压中国三峡的大坝 使用日本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建造 耗资50亿用时长达40年 却在短短4秒钟里被泥石流冲回 这究竟是大坝建造的难度太大 还是日本提供的技术材料不过关 嗨 科普了 闪电哥今天带来印度大坝决地 原因究竟是日本技术材料不合格 还是有更深层的失误 当初我国三峡水电站开始建造的时候 印度就扬言要在基建领域超越中国 所以他们计划在喜马拉雅山下 北阿坎德邦一条恒河之流的上游 建造两座超级水电站 并且宣称这座水电站 比我国三峡水电站的建造难度大20倍 将会充分体现印度的基建实力 但是印度政府考虑到 在喜马拉雅山下修建水电站 就像是鱼虎谋皮 风险极大 所以他们请来了拥有先进技术 和高性能材料的日本负责此次建造计划 但整个水电站历经40年 好不容易完成 却在开闸放水的4秒钟后 被全部冲毁 难道是因为日本方面不擅长水电站建设? 使用的材料不合规格 才导致了这场事故? 其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日本工程队的基建实力 绝对经得起考验 日本自从1959年开始就疯狂搞基础建设 他们举国上下热火朝天的奋斗了60多年 才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 四通八达的地铁和无处不达的地面轨胶 简直就是一个轨道上的国家 而日本的基建完善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 处于世界的第一梯队 那为什么日本为印度建造的水电站会这么脆弱 只坚持了短短4秒?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日本的施工人员没有考虑到冰川活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被洪水冲毁的西里干加水电站 现场来看 这座水电站几乎被泥石流深埋 根据照片上泥石流的规模来看 并不是技术或钢筋材料所产生的溃坝 而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型泥石流 无论日本技术多么先进 在这种规模的山洪爆发面前 建筑设施也会不堪一击 日本的技术人员一心建造大坝 却忽略了自然环境带来的威胁 北阿坎德邦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 南面就是海拔只有几百米的恒河平原 而北部就是巍峨连绵的喜马拉雅山 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 而海拔在7000米以上的山峰还有十几座 根据水电站周边的地形碰面图来看 水电站与周边山脉的高差巨大 水平只有4.77公里的这一小段距离 落差就达到了2700米 这相当于每10米下降5.66米 整个高度约等于一座900层的高楼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有一座上千万吨重的冰川砸下来 并裹挟着沉沉沉沉的泥沙 这个冲击力该有多大 那么杜立恒河中 李希甘家水电站怎能扛得住这样的冲击呢 崩腾咆哮的泥石流4秒钟毁掉水电站 短短7分钟把整个河谷一扫而光 日本虽然也是多自然灾害的国家 火山地震灾害频发 建筑师们精通各种抗震手段 但他们对冰川自然灾害认识还是不足 因为日本没有高大的山脉 最高的富士山海拔才3700多米 并且山顶上没有大量鸡血 也不会发育永久冰川 所以日本这个国家 对喜马拉雅一带的冰川活动 包括冰川灾害的认识 只停留在书本上 并没有实践经验 也没有专门的应对方案 最关键的是 没有考虑大坝位置是否合理 在大坝选址时 日方只考虑了大坝的利用效率问题 没有就大坝可能面临的灾害 做认真的评估 以至于水电站上游冰川断裂 形成洪流最终冲垮了大坝 他们只想着北阿坎德邦落差大 水能资源丰富 却没料到这是快烫手的山芋 虽然这里的冰川断裂也不是每年都会发生 但是它像地震一样 时间不定 并且威力巨大 我们人类根本无法预测 当一个小周期30年没有发生冰川灾害 人们就会得意忘形 就会试图把利益的触手伸到喜马拉雅山脚下 这次印度就是吃了没有了解自然环境的亏 而号称最牛的日本建造设计 也在这片地区折戟成沙 留下一个巨大的污点 目前科学家还无法判断冰川断裂的直接原因和来源 更没法预测冰川灾害发生的时间 大多数人认为 可能是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前缘融化崩塌 产生了大量泥水和碎冰 也有可能是温度升高 造成冰川上有一些湖泊溃绝 当然这只是推测 因为雪山这么大一个自然环境体 受到风向、洋流、地质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 我们很难做出数据模型来进行预报 只能尽量对有威胁的冰川进行监测 近年来 各国普遍开始利用GPS卫星 来监测周边冰川的活动情况 但是存在威胁的雪山周围一般是光无人烟 最基本的设备安装都难以实现 所以监测起来还是非常困难的 印度水电站决堤的灾难只持续了7分钟 人们还来不及做出反应 组织人员撤离 最终导致水电站100多名工作人员遇难 我国的雅鲁藏布江位于喜马拉雅北侧 与印度只有一山之隔 有一条支流也曾发生过冰川断裂 规模比印度这次冰川泥石流的规模还大 洪水产生的泥石流夹杂着山体滑坡冲向河流 导致河流改道出现艳色湖 如果在那个地方修建水电站 恐怕是经历一次泥石流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以这里的自然灾害并不是人类技术或建筑材料能够抗拒的 日本为印度建造的水电站虽然应用了日本先进的技术和材料 投入了220亿卢比耗时40多年 倾注了无数人的心血 但是有些自然灾害是目前的技术无法抵御的 人类要对自然有所畏惧 方能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才能让自然资源为我们所用 好了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说的不错 记得关注我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再见